垃圾到我都不知道要講什麼話 你們可不可以稍微平衡一點 平等一點 女生一定要用身體去跑新聞嗎 一定要嗎 不能是她的能力嗎 你們這樣子践踏女性嗎 這麼瞧不起女性嗎 你們覺得女生只要有任何的成就 都是因為去睡來的嗎 如果你覺得這句話是對的話 你怎麼不問一下你的當場主持人 主持人你今天可以坐到這個位置 你應該也是去睡的吧 你怎麼不去同樣質疑呢 惡劣 噁心自己 告得好 李正浩 讚 照這樣說法 那是不是所有的這個記者 只要拿到獨家 按照這個蔡振元的這個理解 都是跟所謂的這個性有關係 女性的主持人應該第一次就要賀赤嘛 你節目也不應該要去上這個標 你就當來賓口誤就好了 你中天還想要赴臺 還想要回電視 但是你在網路節目上面這樣做 不代表說沒有任何法律規範 所以李正浩已經說 這麼垃圾的話 蔡振元說得出來 垃圾的內容 中天報導出來 李正浩也說把他律師給讓出來 免費提供給馬逸文 對 明天就要準備對蔡振元 對中天盧瀟邦等人提出告訴 另外一條直線 另外一條直線 就是他們跑去攻擊這個發獨家新聞的媒體記者 對 蔡振元最近戲很多 等一下最後五分鐘後他會講到他 但是現在他先出場 為什麼 因為他做了一個非常離譜的事情 太可惡了 他在中天新聞網路上面這個節目 然後直接就質疑說 因為大家說 馬逸文的這個消息獨家哪裡來 馬逸文會證明是說 那個1500支有1500萬 支有萬的 所以就是有強調說 他其實在相關的 因為從社會記者到政治線 跟檢調相關的這些 有些人士有經營檢調線 檢調線這個用詞 有跑了七年之久 然後蔡振元就在那邊質疑說 檢調位資料 然後我只能有金流 有沒有陪睡覺 這句話一出真的是 非常的惡劣 非常的沒有品格 如果照這樣說法 那是不是所有的這個記者 只要拿到獨家 按照這個蔡振元的這個理解 都是跟所謂的這個姓有關係 他主持人是女的 女性的支持人 應該第一次叫賀赤 你節目也不應該要去上這個標 你就當的來賓口誤就好了 你中天還想要赴台 還想要回電視 我覺得光是這個事件 很多人就會上街頭 反對你中天 回到有線電視上面 你在網路節目上面這樣做 不代表說沒有任何法律規範 所以李正浩已經說 這麼垃圾的話 蔡振元說得出來 垃圾的內容 中天報導出來 盧秀芳 你沒有跑過新聞嗎 你跑新聞是怎麼經營 你的線路的 如果有人也是這樣講 說賠稅來質疑你經營線的方法 你的感受是如何 然後李正浩也說 把他的律師讓出來 免費提供給馬一文 明天就要準備對蔡振元 對中天盧秀芳 等人提出告訴 那這個案子 如果提出民事求償的話 勝率是相當的高 這些胡說八道 污蔑的人都應該要付出代價 沒錯 感謝朗東的說明 而且還下標 然後作為一個女性的主持人 當場竟然沒有任何反應 似乎默認了來賓指控跑線的記者去陪睡 以取得獨家新聞 垃圾到我都不知道要講什麼話 其實在我們跑新聞的過程當中 女生真的很容易碰到這樣子的質疑跟批評 我本人也碰到過非常多 而且不只蔡振元當面這樣子羞辱式的質疑 還包括藍營現在很愛的沈大佬 講話之惡劣之難聽的 所以你們可不可以稍微平衡一點 平等一點 女生一定要用身體去跑新聞嗎 一定要嗎 不能是她的能力嗎 你們這樣子践踏女性嗎 這麼瞧不起女性嗎 你們覺得女生只要有任何的成就 都是因為去睡來的嗎 如果你覺得這句話是對的話 你怎麼不問一下你的當場主持人 主持人你今天可以坐到這個位置 你應該也是去睡的吧 你怎麼不去同樣質疑呢 惡劣 噁心自己 告得好李正浩 讚 接下來要請創下上來跟大家分析 9月5號當天一大早 這個減聯到他們家去按電鈴的時候 是因為阿伯在在放晒啦 放晒很久哪有要給 結果放晒太久了你們就把我壓走了 其實基本上首先的是 是因為柯文哲現在有收押禁見 而且禁止通訊 所以他現在的積分也不到 所以沒有那種小電視 所以他應該沒有看到那個曼德拉 積分 你要有那個小電視要有一定的積分嘛 他剛剛才被關進去 應該還沒有 所以還是可以有小電視 那叫後面的 他現在應該都還沒到吧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看到 不管他聽到曼德拉 我跟你講 柯文哲一定會昏了 為什麼 柯文哲終於 在今天8月5號的時候滿了65 對 進去之後 所以他有熱水 對 他有這個權力 對 但是曼德拉過了27年 對 要當曼德拉要92歲 哇 柯文哲聽到這一個 就覺得你們是要到底挺我還害我 對 92歲 吳春晨為什麼要這樣子害阿伯 你不要害阿伯 對不對 92歲 對不對 27年之後是92歲 你要想想阿伯 他一定會心裡覺得 哇 這個東西 而且為什麼 我們也看了 看守所裡面的環境對不對 那個小小的還是蹲似的馬桶 那對阿伯來講 一定非常的痛苦 是蹲的 不是做的 不是做的 對呀 對 為什麼 因為昨天佩琪就來講了 阿伯對不對 他其實寡人有疾 寡人拉得慢 有便秘嗎 我們不知道嘛 對不對 因為他要講說 那個原委是什麼 因為當時的時候 在整個地院 第二次把他收押起來的時候 講滅政 那滅政裡面就講一個多小時 暗門都不進去 刪掉手機的賴群組 說什麼 那這個東西其實 因為他前面 他可以認土利 然後後面的那個收惠 那還在收集證據中 那現在有一件事情 積壓的一個要件 有滅政之餘 對嘛 對呀 所以他在打的是這個 哇 他沒有滅政 不是因為收押他 是因為那天早上 我正在上廁所 收押他不是因為你大得慢 好不好 是因為你滅政 然後我整個都在洗澡大號 然後所以呢 因為手機又關著靜音了 可能是為了睡覺轉靜音 所以他一直沒有開門 但是呢 真的嗎 所以人家就講了 哇 是拉得慢嘛對不對 拉得慢以後 可是這裡面其實有些東西呢 佩琪的說都很奇怪 那第一個沒有聯絡他 但是佩琪說他住在旅館 他回去了 那佩琪就回到住宅 可是我們也知道說 那天七點多的時候 記者都在外面了 對 那佩琪怎麼進去的 那佩琪進去沒告訴他說 一直在找你嗎 外面一直在敲門嗎 所以佩琪進去 所以佩琪不在家好奇怪 好奇怪嘛對不對 佩琪怎麼進去的 然後佩琪進去沒有 我剛剛講說 你還在裡面 外面都在敲門了 所以第一個是這個狀況 第二個呢 他要講的是手機的滅政對不對 因為沒有滅政 可是這個東西 其實坦白講 針酒隊 隨便弄一弄 你再怎麼刪 針酒隊都變成功 還原是小事 還原之後還有一件事情 幾點幾分還原 什麼時間還原 剛好就是在那個時間裡面 你就逃不掉 所以我刪掉的時候 還會還得出來說 我什麼時候刪 還原會抓到你的那個data 時間點 時間點 所以這個也沒用 所以這個東西 可以有看到是 其實佩琪在講那些 其實原因是什麼 原來還想要打抗告 但是今天已經放棄抗告了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講這個到時候 能夠說得過去嗎 說不過去 說不過去 但另外一個東西 更大的一個壓力在哪裡 就是這個USB 對 那USB裡面呢 1500審訊息機 其實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就聽到馬一文 在三年那邊已經講到這件事了 然後講到這件事情以後呢 然後是一個售票檔 那一個售票檔 那一個售票檔後面呢 就是理由市場裡面 他大概講了有四個欄位 可能後面還有 但是呢 裡面呢 就是時間嘛 然後一個什麼人嘛 日期經手人民數字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主料人物嘛 對不對 然後當時傳出來 然後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 開始馬上就講說 1500 是記載著 他的1500 要跟小沈見面 下午三點 可是馬一文就說 裡面呢 還有200 還有300 還有一個光頭 裡面有科技大廊 光頭不是他說的 光頭是康仁俊做夢夢到的 好 有一個什麼 然後這兩點或三點 那其實這裡面這件事情 壓力很大 為什麼也不敢唱告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 現在檢方 圖利你也差不多 你也 裡面財經書講的 他沒有 有些東西也沒有抗爭了嘛 後面這個收賄罪 一上去之後 金流一出來 那個就是十年以上 那搞不好真的是 那不是曼德拉 那個是做很久的 然後再過來一個原因是什麼 那個金流裡面叫做 白色蜘蛛網 會出現在裡面的名字的人 這個是命運的糾纏 還是利益的糾纏 白色蜘蛛網 檢方正在看下去 究竟是命運的 是命運的 身作罪 還是利益的作罪 所以其實他們其實怕的是這個事情 結果他就被出征了 他就被出征了 那被出征之後 其實我跟你講 馬玉文你不要怕 因為你應該趕快去找瑞德 我跟你講 馬玉文呢 因為他昨天下午上了三立的節目嘛 他說 啊 你們臨時找我來 其實他昨天下午 是已經跟警察約好 他要去告你們這些人 我跟你講 馬玉文不是好惹的 你們這些人會被告 就是要這樣子 因為當年的時候 韓粉 有段時間也是很激烈 對 也是很喜歡出身 然後我們的瑞德哥呢 國瑞德賺很多 賺很多 出國玩了好幾趟 馬玉文 你現在可以開始籌措你的 出國旅遊基金了 沒錯 我以為你還沒講完 為什麼呢 因為他被出征 你知道出征的內容有多好笑 出征說 我跟你們講 馬玉文是男生 他變性了 所以馬玉文昨天就貼了一個 自己兩歲的時候的 小可愛照片說 明明我就穿小裙子 我就是女生啊 很可愛 怎麼會這個樣子 然後小草就造謠 然後小草就說 要告他等等的 然後要他去賠款等等的 噼哩啪啦 反正他就整個網路上面 都已經被罵到臭頭 然後被檢舉要下架 說這個實在是有一點誇張 小草不問事實 然後只針對這個 跑新聞的記者 去做這樣子的攻擊 實在是讓人覺得 可不可以理性一點 理智一點好不好 不要回到那種 無法講理的蠻荒野蠻人時代 好不好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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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